帥哥頭 帥大哥 來跟我們講一下 剛才我提到就是說 現在你過去看 過去幾個月的買賣紀錄 老房間人家還要買 新家的我花那麼多錢 結果能住的都縮水 因為受限於所謂的室內 公共設施 那會不會 我們就這樣講說 2300億量大 我可以等到選後再進場 我可以等到比較便宜的房子 來接手 那個3號9的檔期 3號9的檔期 是因為協議你不存在 那麼你928的話 是7月份我們在講十家賀稅 後面又嫌棘 反正今年一整年的代銷前掛 那我現在也做代銷 我會很簡單告訴你 一個暗場 一個禮拜大概都是 因為我們每個禮拜都有 戲子前掛 那麼桃園前掛 那麼我們講到淡水 只有一兩個沒掛 反正講的全台灣都掛 全掛都是賣不出去 然後新房子 這在那裡不會處理嗎 不是啦 它現在就銷售量 就是一禮拜一間 你要知道我兩百幾 一個月不四間 那是跟四路一條 就對了 四路一條 你家裡去那裡吃肉 那個代銷 北台灣的代銷大概 現在找不出兩家打平 大概一百家大概就是虧九十八家 那個台南高雄還可以 那麼北台灣通通掛 那麼我現在講的 現在決戰點就是在選舉後 因為選舉的時候 女生拚命看房子 男生就是不出門 五十台一直轉到五十八台 一直在重複 五分鐘轉十六次 反正他不會看房子 所以我們建商也不降價 也只要等到選後決戰點 那選後我可以等到 比較便宜的房子接手嗎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不要做夢了 不可能這樣多價跌 建商一年都賣不掉了 他現在是以那個業務代表 就是建商代表在說話 所以他跟你們講說 不可能降價 沒錯 建商一定會對外這樣表示對不對 你如果跟大家講說 我選後要降價的話 你現在也不用賣了 可是實際上不是這樣的 實際上建商這一次 要推降的一個數字 我想他背後也是財團 他是要恐嚇你 等你大選結束後要你進場 畢竟你摔過頭 剛剛講的都是真的 今年一整年代銷都很慘 你看到那些數字都是假的 那很慘之後 好不容易等到選舉結束 我當然趁這個時候 就像你剛剛講說 光顧人節一樣 我鼓勵你進場 不過實際上 所有投資客都在等 房地合一稅的落底 也就是說 現在如果你今天到底要不要實價 你今天房地合一稅 到底知道客多少才稅 這個到目前都是一個未知數 不管說你今天要不要做 反正你告訴我 我們現在等執政黨 你告訴我要不要做就對了 因為你在沒有告訴我之前 投資客不會進場 所以我發現北台灣很多地方 都在降價 那當然很可惜 目前估計大概只有 一成五到兩成的建商 願意降價 因為他受不了 你來上節目之前 有沒有特別去 study過這個房價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 房價最貴的信義計劃區這個地方 也跌了嗎 信義計劃區當然沒跌 可是信義區 我找到一個案子 其實他一坪才七十幾萬而已 好 不只大安區你說那個 八十八萬不對 他持價多麼才七字頭 他雖然第一段都沒有是非常的正什麼 七字頭在信義區 然後在大安區 如果你要看到遠氣第一排 那個也是不到一百萬都可以買得到 遠氣第一排 接下來再來是什麼 板橋一坪五十幾萬 有人開始做這個數字 衝啊 因為我們講說板橋什麼 一坪一百萬對不對 五十幾萬 這個聽起來是還滿讓人流口水的 再來還沒 對啊 新莊一坪四十五萬新城屋 現在是大家底定的一個促銷價格 四十五萬一坪 遠兄一坪要賣九十萬對不對 旁邊已經開始促銷四十五萬 還有永和 我們現在看到永和的新城屋 大概都是八十幾萬 現在有預售屋 忍不住了 你八十幾萬沒人要買 我開六十萬給你殺 你要不要買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再凹下去 那機會就在買方這邊 是的 所以房地盒如果凹得越久 我希望執政黨晚一點推出來 晚一點告訴大家說 我們那個稅率是多少 晚一點越久 建商越受不了 就開始會越更多的人 開始去拋售 因為最近賣得比較好的那些 建那個代銷的案子 通通都是打價格戰 比如說像安坑一坪二十五萬 新店的安坑 所以我當初跟大家講說 一坪三十萬 結果建商的廣告價是 二十五萬起跳 歡迎禮乃滿 二十五萬 市中心一坪開七十幾萬 好 那帥大哥 如果照實會這樣講的話 再撒下去 再等下去 我們可有燒得好談 問題是 大家還是覺得 房價好像就是 處在那個地方 有可能會漲嗎 如果漲是哪裡漲 那個漲是不一定會漲 但是過年 那個選舉後的話 買去一定是 現在的陳以三 那麼為什麼 因為 你人會忍不住會買 因為幸福的定義是 有一個老公 有一個老婆 自己要買個房子 已經一整年不買了 總不能等到小孩子八歲再買吧 所以建商拗得住 他拗不住 你放心 那你會建議 現在那麼多個區 因為候選方 柯P也好或連勝文也好 他們都有各自提出 自己對房子的政策 那整個來看 選後的哪一個區塊 可能是最HITTO的區塊 那個連勝文 會不會當行是會是 他的走線換轉是對的 他反正他沒當行也是走線換轉 那個西門町那個中華路那裡 一整排到愛國西路 兩邊三年前就化成商業區 那個一定會漲 所以萬華跟中正區交界的這一塊 對 中華路的兩邊化成商業區 一直到愛國西路 那個一定會發酵 因為他不這麼做 本來蓋二十幾樓 這麼做以後蓋三四十樓 就會是豪宅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雙子欣 雙子欣一定讓西邊 後果車載一定讓西邊環融 那你會說雙子欣不知道哪時候蓋 那我可以告訴你 那個回龍熱身遼永驗抗議 結果拖了七年 是家漲了七年 所以我要買了一個房子 就看雙子欣的話 你有種二十年給我花包 我多漲二十年 我會等到 現在還有一個大家問就是說 又過幾天啊 15號 好 那松山縣就要通了 那松山區呢 松山區會漲 因為我這裡 那個每一條的捷運線通 我從來沒有看過捷運線通會跌 因為捷運線通 我預估他一年漲四個坡省 還能漲五年 我預估松山縣 現在最重要一件事情 假設做黃帝仔最重要一件事情 這個人會不會當選我不知道 連勝文一坪 這是今天的 連勝文一坪換一坪 然後樓梯換 樓梯換電梯 這個大家一直都在討論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本來也是這麼想